一笑撩 撩空 晚安 空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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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那我们继续 《冷言经》这是第53奖的下半场 因为上半场呢 几乎就是没有走在这个文剧中 给大家做一个潮山汇报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还是再接着上一学期 讲到这个五十种阴谋这个内容板块 那么一直给大家说到说 这五十种阴谋这个板块其实还是非常规整的 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历代祖师 特别是哪怕是最权威的这些祖师 最冷言经的祖师 那么在讲这五十种阴谋的时候 都是中规中矩照着佛寿的往下挥 在上面是没有就是说东拉西者这种发挥的 我想就两点一个呢 就是佛讲法呢一定已经是面月俱到 就是分门别类各个色寿想行识中的 这五十种境界 假如我们认为这样来的话 没有利用好让他产生障碍的话 那么佛已经把所有这些最可能发生的都已经给我们周全的设在里面 这是对佛的圣言 世界上的每一个五个大板块 每一种板块里面十个境界来进行这样一个已经说的很周全 所以我想我们这里强调一遍 也就是我们听这五十种阴谋镜 我们的左手点在哪里 一个最重要就是防止我们的修训途中会出现这样的天空 当然大家也不必说 哎呀这是已经开始破了色寿想像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讲到破了寿影到了第七境了 这已经从修训功夫非常之高 我们根本摸都别让人摸着 的确如此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个总体路线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路线 就比如说你自己在修训 尽管你没到这个地步 可是呢你的相似状态在这个层面中呢 它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就比如说我们的懈怠性升起来了 又觉得要了生死不能这样懈怠着急 因为呢你温温温温的心起不起来 依然在之后 这时候就觉得进退两难 非常的麻烦 这里面就有相似的境界 属于这里面相似的境界 或者有时候我们觉得心比较相对迁虚 那么看到一切事物 事件的这些人情事故也罢 甚至家庭事业等等这一切 就觉得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呢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然后就陷入到一个无端这样的科救中医 整天就似乎 不知道是不是个行私走肉 又彻底死不下心来 当然如果能彻底死下心来 那可能也是一种幸福 又觉得该干干什么 这个时候也会出现 就这些其实都在这里面给我们预设 比如说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我脉 这个我脉并不是说正到这一地步 是我们随时随地都有的 随时随地需要对质 所以要去克制和去除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从我们防范与未然 第二个上面来讲呢就是 要正确的领解 叫好次第 千万不要错了 以为自己就到了哪哪哪 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好 我们今天呢还是随着上一阶期 我们讲到了 寿英魔像的中间十镜里面 我们讲到了第七镜 应该是第七镜吧 叫做见性成曼 那么大本呢 在622页的第一堂 小本我们翻到165页的第三段 小本大家翻到165页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先大家一起来 端身正念 把他读诵一遍 好 找到没有 好 一起来 又彼定中 诸笑诞男子 见色云霄 色云霖 四位已足 无有无端 大我慢起 如是来斥慢离过慢 其慢过慢 或增上慢 或悲变慢 以死继发 心中尚清时光如来 何况下位生为元节 此名见圣无谓自救 物责无咎 非为圣证 若做圣洁 则有一分大我慢我 如其心腹 不离凡 摧毁惊 摧毁惊 未谈烈 此事金童 或是土木 今事树叶 或是铁花 肉身珍藏 不自恭敬 借同土木 实为颠倒 其身信者 从其毁碎 埋起地中 隐武奉生 若无监狱 事与正受 当逢恨罪 好 就到这里 这一段我们标题上就是说 见性尘慢 就是由于我慢 我们常有一句话叫 我慢大魔主 我慢大魔主 一旦你这个我慢克服不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想吧 人人这是我执 我执 他随着修行 他会转化 为什么有我执的法执 知同归都是我执的表现 一旦修行 你转化到自己 入到一些圣生 所谓的殊胜圣经 他就觉得几灵 就是非常尊重几灵 觉得自己是个法器 觉得自己的这种法非常出胜 虽然他理上也有这种不由自主的 就觉得说 哎呀 忘了说一切法性平等 人人皆有佛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听法 或者觉悟 法义的时候 听法的时候 你可能听了一句话相应 像我本人在听法上 他们讲法曾经佛学 就常会有这种情形 就会打望想 哎呀 今天这一堂法 听得非常发气痛 对吧 这是好事 可是呢 下一步我就会想 可能别人根本听不懂 或者他们肯定听不到这证 哎呀 我留这个 这真的我过去善根深厚了 哎呀 看来确实是真是 这个福报 这就 他们肯定领悦不到这个地步 这个风光 独独被我要给什么啊 瞧见了 其他人不瞧 这其实 已经就 无意中就 全然就生了 这个 大家看 这一次又一次 起先动年 如果到这个禁忌中 将来一旦他出来 要跟你算账的时候 就是这个观点 啊 所以大家来看 你看 还是老调哈 又比敬忠诸善男子 见色营销 兽营明白 那就等于说 我们是色寿详 五营里面 色营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实境已经过去了 消失了 啊 现在兽营 也慢慢什么呀 明白 显露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到这个中间实境 这个第七个 类别是怎么样呢 大家看哈 自卫己足 忽悠无端大我慢起 就是说 这样的话 自己觉得 哎呀我已经拒绝了一切的 殊胜之法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以为拒绝一切都是正乱 可是你没有震到底呀 没有彻底破我 直呢 罚我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无端的升起 我们曾经过去点点滴滴积累的 那些琐碎的慢性 这个时候就来勘验 他就化现成一个魔镜了 啊 下面你看哈 如是乃至慢与过慢 急慢过慢 或增上慢 或卑劣慢 一时巨发 大家知道 一起巨发就是 就是合伙来 说什么 啊 那你看我们 下面这些零死 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就知道 一个凡夫这种心绪多端呀 为什么说 零死就是 中处偏多 心绪多的 你看就点点滴滴滴 光一个我慢性 有这么多的种类 大家看哈 在这个佛法里面 其实慢有七种 这里列出来的有六种 啊 六种就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慢 啊 不有无端 大我慢起 还有一个叫做慢 我慢 第二个叫做慢 第三个叫做过慢 啊 啊 第四个叫做慢过慢 第五个叫做增上慢 第六个叫做悲劣慢 有时候叫悲慢 俗称 就简称悲慢 啊 还有一个叫做邪慢 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出来 就是一时俱发 就是这六种同步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邪慢 啊 所以整个这个都叫做七种慢 啊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解释一下哈 啊 呃 我慢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以我为主嘛 这是七种慢的根本源头 啊 大家想嘛 我们整个这个五蕴甲鹤的声 那么你执着我 就是我的当下存在 我的本能意识 然后执着我所 就是我所具有的一切 外在了之和拥有 这就是我与我所 就是我慢的两大主要体现形式 啊 那大家想想 如果说体现我 我所是怎么怎么个具体的一个层面呢 就内而言 内之有我 这个四生里面真有一个我 就会下意识觉得 那肯定一切人都不如我 大家想想说 一切人不如我 就觉得说 我也没有这么想呀 我觉得人家挺好的比我强 啊 我告诉你 这里的本质上说 一切人皆不如我是 言外这是什么 一切人都不如我 重要 永远我是放在地位的 为什么要花苦其心 为什么要先 为众生 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就是因为 有我们 根本的账上 啊 那么这是内之有我 外之有我所这个功能 就是说什么呢 我的一切 皆比别人高大 就说吧 我的一切事情 我的一切人事 都比别人重要 先得仅我 我唱歌 才能够别人 这已经算人中的善良 真正有几个说 先要把别人 把我使在后面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常说的 叫做我慢 那有时候这里就是 忽悠无端 大我慢 什么叫做大我慢 就是这个时候的典型表现 是什么呢 妄言自己成佛了 得了大菩提了 入了大涅槃了 等等这一类的 就叫做大我慢 最可怜至极 这是我慢 如是乃至慢 那大家考一下 你们认为慢是个什么概念 已经有我慢了 慢是个什么概念 慢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对于人家不如你 比自己 超为劣一些差一些的人 你就认为 那当然了我当然比他强 这就强慢 那么 比如说人家跟你水平差不多 日子过的都是中产阶级 这个时候呢 你就觉得说 哎呀你居然跟我能一样 你现在已经跟我是一个水平了 你能跟我能打上交道 所以这个就叫强慢 觉得别人跟自己同等 而升起的慢性 这不好理解 这个情绪 情绪是非常微细的 你看前几天就有一个 局势同修吧 曾经的 那会儿多么虔诚 这几天不知道哪去了 最近我突然发现他 党次提高 不是说修正党次提高 是人脉圈子提高 他现在主要搞这个 一会儿说他 哎呀佛教圈里 我知道我认得大和尚 哪个什么有名的这个法师 怎么怎么样 你要开光吗 或者要去建议一下家族吗 结果又说道教里面也认得 公司老板里面也是有人 等等就是认可说 我现在拥有好多人脉资源 你想赚钱吗 就弄这个事去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脉资源 人脉资源最容易滋生的就是 就是这个脉 其实可能空洞的很 说实在真正有钱的人 都不是他那个样 真正当官的人也不是他那个样 但是他就觉得自己要向那儿进房 然后就开始搞这些交际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福德不够 你没这福呀 啊 你看你说这个明高危险 这个家族万万 那是需要福的呀 而且福大的烦恼也多 你这有啥意思 这最近遇到了好多这个福报确实是大 可是烦恼也越多呀 啊 最近我故乡来了几个 现在佛法也慢慢的开始往那传扬 佛法断灭之地居然也有了法应了 那么就开始盖庙了 啊 那么盖庙的这些 这些有钱的人 感觉过去种了一些善根 他也发生盖庙 盖庙完了以后 就是他把这个庙要当作我做的功德 得给我事业上更好呀 啊 结果也确实也赚了些钱 多少亿的钱同在银行 又天天又害怕别人算计 走害怕贬值 无边无际的烦恼 为此而去朝武台山了 被我碰见 这就是姻缘在文书洞的时候 我往下走 我在上面洞里边修了一会儿 念了一会儿佛 大家知道武台山的文书洞 文书洞是不在那个主线 在这边一个原来有大成就者 非常凝聚的一个洞 在那儿去使 很多法师都在那儿每天修法 持这个文书菩萨星咒呀等等 我也是那会儿 那天在那儿去念了一天阿弥陀佛 我就就念阿弥陀佛 真的就念阿弥陀佛 那么下来是碰上 曾经在北京碰见过 来到我这儿 说家里出了这么一位大上师 说这上师可应该很厉害 来见我 大概见了我以后觉得这些不咋疑 他就觉得说 一般吧这上师 结果那儿又碰见了 碰见了这也是文书菩萨星历 又觉得这上师不一般了 怎么不一般呢 因为他前几天去武台山 到了武台山 刚好就那天他心念动了一下 说哎呀不知从来发生在了武台山 这心念动了没过一会儿碰见我了 他就认为这上师又神了 我毫不知情 他的心绪就变化多端 你说说一切都是心坊 所以这个就是烦恼动 所以容易什么 自身我慢 确实我慢 这个过慢是什么意思 懂了慢了 我慢了慢了 过慢是什么意思 过慢大家 过慢就是说慢了 在这方面自慢了 过了 有点发挥的过了 有点发挥的过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对跟自己差不多同等这个水平的人 他非得说我比他强 这就叫过慢 嗯 那么对人家比自己强的人呢 我跟他是一样的 嗯 这就叫过慢 啊 那么再剩一等大家 你看慢过卖过卖了 叫慢过卖 你就 肯定那个 就有了一点概念 慢过卖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 人家胜过自己 结果呢 自己还起了相仿的抗皇 人家胜过你 你不说说我跟他一样 而是认为 我都比他强 这就叫做慢过卖 啊 那么这个增上卖 可能我们就见得多了 在经典里面有时候说 哎呀 不费增上卖人 当时释迦文说 讲法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增上卖者 就愧着习了 认为佛说的这法 他听不进去 增上卖呢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犯业障 并不是好像他故意的一样 就是没有正到果位 或者殊胜的境界 他以为自己正得 所以你看戒律里面 也有大谎语的人 犯 就是说你故意的骗人家说 你是佛菩萨 但是还有增上卖者之外 就是有的人他不知道 他正以为自己是正的佛菩萨 他没有说刻意想骗谁 这个就要有别语 所以这就叫增上卖 那么什么叫做悲慢呢 悲慢就是说 对于人家比自己忧郁好多 人家的地位啊 整个社会德行 都比自己忧郁好多 可是呢 他认为说 自己比他是差一点点而已 这叫做悲慢 就是不敢像前面的过慢慢过慢 我比他一样 或者我比他强 但是他就觉得我跟他差一点点 或者对方人家有德行 有学问 他也不承认不准去学习 这就叫悲慢 大神若子啊 下面就是说 一时俱发 这个时候呢 一时俱发的时候呢 你看 心中 尚清十方如来 何况下位神文 看到了吧 这要线就出来了 诸佛菩萨都不是个啥 那罗汉神文 这个圆觉得 那就简直是跟 没资格跟他一块说话 就这种大罗万 某种生气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不知道是这个 赐法已经去了 他是现这个 受法这个之下 所以他自己不在这感觉到 这是一种不足 反而是以我为圣 得到的圣境界 导致这个大罗万的生气 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 不会去说 哎呀 法性平等 身佛异路 这些法 他已经关了起来了 你要大家知道 真正要悟到 法性平等 身佛异路的人的话 你想 一个众生 他都不敢侵卖 都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常行物萨 就是这种见解 那么他何敢去侵卖 诸佛圣贤呢 但是在这种情况 他已经什么呀 就觉得说 自然而然 这个时候 已经控制不住了 就成过咎了 不是说把罗万给歇下来 啊 当真是个什么呀 这个 这都是兽营 你看 啊 死民见圣无会自救 就是现造这种殊胜的境界出来了 没有智慧跟进上来 能够把它对质得了 所以就着着这个道 物则无咎 非为圣证 若作圣洁 则有一分大罗万魔 入气宣服 啊 入气宣服以后 会怎么样呢 具体你看哈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大罗万魔潜入他的行驶 啊 这种 我默默潜入对外 是非常可怕的 就看不起一些 什么都入不进去 就没有上升余地 所以 这时候他就会 你看 啊 趁其潜入他的城市里边 以后 不离塔庙 啊 见到佛像呀 塔呀 也不去拜 也不知道啊 大家要知道 这个跟我们有时候到庙里边懒呀 或者说就这么划过去走马观跨 还不一样 他是内心觉得根本就没必要 为什么 啊 你看不离塔庙摧毁金像 为什么 告诉他身边还有弟子啊 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居士 谈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布施嘛 居士嘛 啊 功德卓 说怎么说呢 佛像都不过是精明 红铁 土木所造的 说你理他办 干什么呢 言外之说 你理他还不如理我呢 我真是就碰到这么个异 这么个异者 啊 这真是我当时觉得他非常危险 啊 也身为大宗的善知识 还在整个一个县城里边去去去弘化呢 他就轻松跟我说 说有一个居士特别虔诚啊 天天业障也重 很烦恼 就去拜 拜一拜着 又给他来拜求他加持 他说那你就拜吧 啊 你不要去拜那个这个电房里面的活 那是死的 你就在这儿拜 我是活的 他就躺在那儿出睡觉了就拜 那他拜 啊 结果问题是麻烦的是什么 那居士还真拜的有效果 啊 那你看这个缘分就结成这样 拜的有效果 可是呢 就这一念 哪怕有他生生世世倍增的这种途中 你说这这种缘起 就等你种下这个种子 啊 所以他就会说 哎呀你呀不要拜那些 一般我们也遇过这样的人啊 经典也是树叶拿来的呀 啊 喜笑弄霸皆是经典呀 就说这些话 前几天国序院有人去发书 我就在书里面看到 喜笑弄霸皆是直进 啊 就开始就 这就是 就快步到这道了 啊 你看 金氏树叶或是蝶花 蝶花是什么意思 蝶花就是 蝶就是那个绢 细毛直出来的那种 蝶木上面写的文字 啊 然后告诉人家说 我这个肉身啊 才是真长活活啊 你们都不知道光敬里拜 反而去崇拜那些土木啊 啊 说你实在是颠倒一尺 啊 见过这样的人吗 啊 啊 那你们福报大 我都见过 啊 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啊 啊 然后那些清仓化的人呢 从此以后就跟着他开始什么啊 毁坏佛像 就觉得这哎呀 真的是痛快 毁坏佛像埋在地中啊 因此一物无量的众生将来不倒入间地 啊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正寿 沦为魔王眷属 嗯 你想这里讲到说 不理塔庙 这不是就叫做邪吗 所以大家 但是这个大家也要跟一些公爱分开 啊 因为禅宗里面啊 冷眼经典是 禅里面的重要经典 那我们将来以后看那些 禅宗公爱啊 也要知道 它是有别的 因为禅宗公爱啊 直处于向上一路 他就是为了扫荡那个 已经 公敬到极致 公敬公敬到极致的时候 公敬成了战案 最后一道战案 那就就剩这么一把 他又给他扫清楚 所以你看以前的佛佛罵祖 啊 像这个 牛肚法荣禅师 去见二祖的时候 二祖就啊 这个 趁他观察的时候 给他女子上写了一个佛 他就不敢做 不敢做 二祖就说 说哎呀 你还有这个 就是你还有这个制度 啊 这貌似的好像说 这不是冷眼经里面就是这样 这样吗 这不是跟这座对吗 这个法 是这个 二祖只给法荣法是一个人讲的 我们听到的时候 已经是白听了多余了 明白了 只是在戒记上 就这么一个圆儿 啊 所以大家知道 像这个历史上好多祖师啊 灵际祖师呢 从来不理祖塔 不去理祖塔 丹下祖师还去烧火 啊 有一个德三祖师说 一档藏经 都是插鼻涕的子经 那你说怎么办 啊 还有个祖说祖师的开始 都是破草鞋 就这样去扫荡那些 已经坏到那个 境界的人的什么呀 最后一抹执着 可是 你要知道这一抹执着 一直支撑着他 所有的粗众烦恼 全给什么呀 放下来 所以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敢说 啊 这个罪归皇的开悟送间 可不知道人家功夫不扰然 虔诚的功夫成就这么过来 啊 所以在这个上面 大家这个见识一定要明确啊 像联石大使里面就讲过说 这个圆兆善本禅师呀 他尽管已经开悟了 开悟了以后 佛在的地方他不敢坐 佛坐的地方他不敢躺 啊 素菜用一个荣的名字 他都不吃了 就这样的性质 啊 所以这就是说 真正的能讲的 没有我慢的性质 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我慢 并不是说这个人 非常的明显的傲慢 盛起人啊 有时候他非常的谦卑 也许也是一种我慢 啊 等等这里面都有 这就是我们的思绪啊 这里讲到的响应魔像里面 有一种我慢形生起 我们再往下看 响应魔像中间实境里面 有一个 呃 啊 啊 这是兽营啊 兽营再往下看呢 是一个慧安自足 这一段 呃166一个小本 啊 呃 兽营魔像我们再一起来读 好 一起来 又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云霄 受影影摆 于今明中原物精明 得大随顺 其心无声无量清安 以来成圣得大自在 死灵因会莫处清心 物责无咎 非为圣政 若作圣洁 可有一分浩清心魔 如其心服 自卫满足 更不求敬 此等多多无人理求 以物众生 多阿彼欲 尸余正寿 当同文罪 好 嗯 呃 这里你看 这又讲到的是 慧安自足 这里讲到的就是 心 还是这个说 这个修行者 寻者呀 色云消了 受影中 慢慢的明白的过程中 又出来一种境界 什么呢 与精明中原物精力 得大随顺 啊 就是说 在这个精明心中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圆满的悟到这个 我们说 这个藏心 这个理解的似乎 已经越来越清明了 越来越清明了 在这一切境界上 能够得一个大随 随顺自己的心意了 就好像已经 很自在 随心所欲 这么一个自我感觉也要好 得到这个大随顺的心意之后呢 突然心里生了无量的清安 说到这里我们跟你讲一下 我有时候呀 听到好多人来问 说我入定功怎么怎么样 啊 我得了什么境界怎么样 都觉得自己已经 就不知道境界多高了 大家要搞清楚 禅定呀 不是那么好入的 不是你坐在这一块 胡思乱想半天 就以为说入了定 很多时候 我们连清安都没当到 看到吗 到这地步就是用了清安来表达 清安已经就 就是说实在 已经快乐的了不得了 我们现在我们常说 好时候很多时候 从其量算不法喜充满 更多时候是邪之邪见分 连法喜充满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你看 这个就是 其身故身无量的清安 以言成圣得大自在 你看多么可怕 就是说 他回观自己呀 色寿向心 这个色已经消了 没有这个 附累了 就是不会拖累他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心里生气了无量的清安 就自己说 我应该已经成圣圣了 得大自在解脱了 啊 可是真正的情况 是怎么样呢 此灵 因会过诸清清 你看 就是因为 你原悟到这个理所 成了那么一点智慧 暂时获得了清安 清清的事情 不是禅定了 啊 如果你悟到这个了 你就不是以这个清安自守了 就守在这高兴的不得了了 还能够 进一步的增加修行这个大定 那就没有过失了 啊 你应该知道说 这不是圣圣正的进去 啊 所以配套在他们 净土行人来讲的话 为什么说不能 误入本院门的 就是说这个 本院真宗的这个 这个企图呢 其实本院真宗 大家想想 是不是跟这个境界 相对平行的时候 似乎有点类似 本院真宗还记得吧 就是说 反正我能往上了 阿弥陀佛平静来接我了 造善的人都能往上了 我造恶症能往上了 我造恶也没关系 就似乎住在那个 打宝票的那个境界中了 就等着往上了 就不念佛了 啊 这里面也就是 好像入到这么一境 就我已经解脱了 就一切都无碍的一样 感觉到就入到这里面 这个时候呢 就误以为得了清净之间的灭牌 啊 特别是为什么啊 当念不舍 当念不舍的时候呢 就会有什么啊 后就是叫什么魔 啊 后清清魔 什么叫做后清清魔呢 世间有的那些人呢 他不一直这个 正知正解的正觉去修禅庆 他只知道一位的哭在那射点键 啥也不想就把念头就这么管住了 射在那儿静坐着 没有觉悟生气 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悟到 有的人是这样的 我说应该就跟一个哭定一样 可是他乱让做久 他有效果 就稍微过了点清安了 他就生知足想啊 死后还化不掉这个对清安的知足 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魔所说 就叫做清清魔 你看物语类具 人跟魔也是以情分的 他就跟这些人相应 这时候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这个 潜入他的心腹 把他的神使给设定 越发就自己认为自己已经 哎呀 功行圆满了 福贵俱足了 就不求尊敬了 也不去清净善知识 也听佛话 也不想去听我后话 觉得说不过如此 啊 差不多就跟我们常说那个 吴文比丘一样 以为自己已经挣了肾骨了 结果只是入到世间的这个禅定 啊 结果最后世间禅定福报 想完灵运送出 又要去轮回就说 佛说假的 根本没有涅槃这回事 他是世间禅定 没有真正的涅槃 他就自己住到涅槃 结果等到轮回的时候 他说佛是妄语 就这种人就叫吴文比丘 啊 这不是一个人 是一类人 这也知道 曾经有这么个典型而已 啊 所以后面说他说 一物众生 剁阿比喻诗义正宗当成农村 还是会落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往下读 第九 灼空毁净 一层比一层麻烦 一层比一层可怕 好 大家一起来 右臂静宗 诸善男子 见色云修 寿命明白 女名物中 得心灵性 其风忽然归向永叶 把我因果 一向入空 空心献钱 乃至心生常怨夜节 物则无咎 非为圣政 若做圣节 则由空挪入其心虎 乃霸直戒 名为小乘 菩萨悟空 有何实战 其人藏于信心来月 饮酒淡肉 寡行淫慧 因磨一步 涉及前人不生一半 鬼心久入 破失始妙于酒的口 一种巨风 破破欲敌 故入人罪 失离正受 当从人罪 好 你看这一段讲到是什么 执着空性 毁破记忆 这继续说 又这个见色影明白 色影消 受影明白 以忠的 慢慢怎么样呀 他这种观受 因为是这个虚明这个妄想 就是色受 现在正在修行去受补途中 那他有这个观想这个功力 所以他就觉得一切的觉受 都是虚明妄想 就慢慢发现说 这个本体它是原来是 寂然不动的 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角兽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一味的 沉空 心就向这个寂然不动的 这个地方回去了 就觉得这是最高的 最高的 最圆满的 根本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旺在去修 本修的这个大定 继续观醒了 就停止在这儿 那么久而久之的 他会生起一种什么 空的 清静的这种念头 永远把目光视力 就锁定这个 成绩在这个 断灭的空间头 那好 既然这样 你看 其中忽然归向母虐 它是怎么 拔无因果 就认为没有因果 因果是一个全效方便 真正的真实力 集中没有因果 人死透了 断灭了 不过有报应 因果是佛说的 方便善效 要吓唬人 让你好好修的 到这地步了 还哪有什么因果 不会去轮回了 也没有活道可求了 也没有众生可做了 不了 就一味着这样的 断灭空性 这样的空性计 不断地陷钱的时候呢 只能够增长 它这个断灭空性 这种见解 断灭见解 谬解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智慧的观照 他悟不到 如果他悟到 这个是断灭空 我们不是说 这个真正的奔基大定的话 他还能够依然 循述这个本修 继续修 但是他已经认为说 这就是实战的境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对这个圣界的境界 执着不舍 空抹成绩 就潜伏到他的责心 开始干什么 大家看这个形象 毁谤延迟境界的必修 说你们是小臣道 说你还有一个持戒 你看维蒙经纪里面 不是说的吗 有什么持有什么患呀 行道行用 无非是戒呀 就自己打成菩萨自居了 这菩萨悟到一切法皆空的里 还有什么持戒犯些可得 就走着到这种严教宫 那么慢慢慢慢地跟着他们这些弟子们 或者共享受呢 就跟人家讲说 哎呀 营酒食肉都是道 营运行也是道 杀造营就是戒定会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这么一说 大家想假如过 我这边这么讲 你们能相应吗 能相应吗 能相应啊 你们就这么点见解 我这边说 哎呀杀造营就是戒定会 能相应 啊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这些人还会信呢 点后面有条很重要提供一个线索 还会信 为什么呢 因为魔力过设计前人不生一半 啊 所以大家想想 我常说我们有时候 生的一些正直见仰 一些角色加持 真的也是佛菩萨潜入神世来 来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就不上一道 啊 你看这个摩射到潜入到神世里面的时候 他这种摩也有威得力 他居然能够让当前的听众都受这种力量的影响而生起一半 啊 还认为为什么 这是逆行 就是我们修善法叫做顺行嘛 故意这样造过 这一定是这个 善知识 啊 这个师尊 他一定是行逆行 他生疑或行 说他有秘义 里面一定是有逆行 就会这么理解 啊 这种鬼心入到里面 久而久之熏悉的人 大家知道 鬼的习气啊 他是喜欢 污秽的东西 对吧 你看鬼的里面 凤坑里面就有多少个鬼 就驱使他去什么呀 就可能吃屎啊喝尿就干这些事去了 啊 你看这些邪魔外道是 说这样吃屎喝尿跟这个喝酒吃肉 是同样的 你要修平等万法皆空 就出现这种敬慧都是空的这种像 这么叫化 说佛陣的戒律 威仪等等 这都是错误的误导人 啊 慢慢的 入于这个罪夺的神愿 自己也害了 然后呢 把人家也害了 啊 施以镇寿当从工作 还有这样 你不要说行淋浴这些根本 咱们其中就说这个 我们虽然说这个 啊 在在根本 这个 比如说五戒里面 也没有严格规定说 你不能吃这个吃肉 但只说不杀生啊 可是吃肉才有关系到杀生 中国佛教史上就有一则 南北朝梁武帝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云光法师 这个法师呢 他就是执着这个空 动动就讲空 动动就讲空 行为就不简洁了 吃肉喝酒 啊 吃肉喝酒的时候呢 有一个保质禅师 还苦心劝诫 他说你不能这样 他来句什么 说我吃而无吃 喝而无喝 啊 你说呢 挑着他的脸吗 你说能说不对吗 为什么这些魔头外道又是 因为他这些在国境里面 也有相似的圣言 在剥弱空性中 也有过这些精神 可是他现在就用在事项上 绝不可以这样 他事项上不了解 也事项上都 你来进行匡政行为 就是我吃而无吃 吃而无吃 但是理上找不出你 事上你找你的麻烦 为什么 有因果 死后呢 就剥成一头牛了 剥成一头牛 被他的主人 天天拉去耕地嘛 离在前 拉着那个驴去耕地 就按着一鞭子传下去 这个保持上是观到 就去找这头牛说 你现在能不能疼而无疼啊 问他的时候 当下这个牛就气得叫什么 就逛这个里就逛了 你看这就是因子 我们现在这一段讲的 说实在的 很多 有的未必是我们的事业 因为毕竟咱们在北京也罢 或者在大陆也罢 现在国际上有好多这种邪教什么的 里边都有佛教的元素 佛教的元素 复活外道 啊 那么这些教徒呀 或者什么 有的是大这个什么 仙呀 什么大这些 仙呀 什么附体 他给你就 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外道 最近 这最有没有大外道 我看他的视频 传到网上 有一天我打开看一下 就在那讲法呀 普普世道 当场就给人看英国 下面那些人站起来 就是那 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大师 那你看看我怎么怎么样 他就跟你说 你身体哪点不好 或者说 嗯 是是是 嗯 就这样 可是问题是 这下去怎么得了呀 人能够观视现实的利益 人能够观视这个色身上或文章 不知道 无常法才是佛法 要得真常 必须要从无常 就进行这些事 所以这个 这个空膜 你看这里说 则有空膜入其心 这空膜是什么一类的人来的呢 就是曾经 拔无因果的大外道 啊 此以后转成就是空膜 没有因没有空 所以这个 就是叫做着空毁戒 下面第十种的话 就是等于说 已经发挥到极致 啊 卓有资赢 就是执着这个有 前面是执着空 这又执着有 放资行淫欲 啊 我们一起把这个 呃 受阴摩向 结开主护 也读完了 就是一直读到 保持父护 成目上道 这两段联系 一起来读完 啊 好 一起来读 又比定宗 足善男子 天色云霄 受阴明爱 为其虚名 深入心谷 其心忽有 无限爱生 爱其阿狂 便为贪欲 此云定静 安顺入心 无惠自斥 误入诸欲 不责无咎 非为圣政 若作圣节 则有御魔入其心腹 一向缩欲为不提道 化入白衣平等行律 其行影者 明持法子 神鬼力度 与末世中设习百语 其数至白 如是乃至一百二百 或五六百 多万千万 魔心生业 离其身体 威德祭福 欠与亡难 一目众生 若无监狱 十里正寿 当从伦坠 阿狼 如是始种 残拿陷阱 皆是受阴用心交互 故陷私事 众生完离 不自策良 焚死因缘 一股自施 慰言登圣 大盲禹成 堕如监狱 如等一当将如来瑜 与我业后 传世莫达 变定众生 开武思义 无令天魔得其安便 奥实服务 成无上大 好 嗯 嗯 嗯 这是我们说的色寿 想心蛇啊 我们讲到色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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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家要知道 这里你看 这个 这个 说 见色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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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前面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 不断的在这个观照中 那么色寿 已经破掉了前面 现在受盈办法的到这里 已经特别明白 所以我们要想啊 你看休息也是如此 真的跟 说对国的话 有时候就跟投资一样 可能回报越大的时候 风险最高 回报最大的时候 风险到这个制高点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到了这个 就是在这个境界中的时候呢 极力的 啊 去 修这个虚拟出来 这个境界的时候 极力的去什么呢 去迎合 去享受 而不是极力去研究说 他是从何生起 去观照 没有 所以在这个境界 不断的跟他 一拍集合的时候呢 就会 深入心骨 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你不像本有那个 大定清静的那个 我们说如来藏心中 不向那去会 向那去追求 就是正要成功之时吧 啊 结果呢 他一味的追求在这个方寸 啊 这叫做 深入心骨就是 骨节嘛 就是我生起的 生起不是有骨头骨戒之间呢 在这儿更久 那么你本来已经震得很好 这种角兽 就恐怕他 影射在哪了 骨节就是 让他精灵幻化 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哎呀 非常的安然 啊 非常的顺势 但是 这种心就突然间 用错了心了 无限的爱恋 从这儿生起来 这种贪爱心 贪爱心生起来了 可是你锁定的这种关系 又是你这个 骨节之间 啊 辛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爱的过头了 就生这个滋润 就像贪欲 淫欲心声 就发了这个 滋润水嘛 在这种情况 情动发狂了 淫静就陷起来 就往影响会 啊 淫静现前的时候 他就自己有法师不住 不能自视 在这个时候呢 误入诸欲 就是导致贪欲 一发不可烧失 啊 所以大家要看 为什么刚才说 风险最高的时候 可能回报最大 可是回报最大 风险最高 就是在这一定情中 这个安顺之中 深入深谷 深入心谷的时候呢 如果你能够有智慧 清楚地把持住 就不会误入这句 为什么 这个时候正是 兽营要什么呀 破的时候 徹底破兽营 啊 那我们的角兽 不是这种 柔滑细嘛 这种凝郁性的角兽 这是我们的 根本的最大 最深的反动 啊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将破之时呢 我们不知道 在这个 只要一截斩完 那就陷入到一个更麻烦 没有破 反而误入进去 啊 陷到这种凝郁性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祖师们就开语说 世间人不知道修心 只思维调养唤行 就是我们现在之间 都是说 哎呀 这个身体怎么 养却一下 养生一下 说如果这样 记载的时候 没有人最后 哪怕修到这个点 不做到这个地方 很少人 几乎都过在这边 这个身体怎么 这就是凭什么 你看 我们也几乎哪个 喜欢调养唤行吗 诸位女众 化妆也属于调养唤行 啊 你看每天如果 你总是戴着 啊 当然我们说 你是一个例行公事 每天这个礼貌 或者要求 这就是另当别乱 不是那么啊 就是你总是戴着手 一辈子都觉得 哎呀我这个 恶魔多知 滑散造人 永远打扮 你一辈子都觉得 我这是气质出众 就始终戴这个行李去打扮 一天一次一天一次 一天好多次 甚至过一会儿 就一次拿出来 赶紧涂一下 这就叫调养唤行 那你哪一次去发生修行的 无量节 好不容易修到这儿 哗了 这个这样算啥 就跟前面的我慢 这个时候又是淫语 各式各样 啊 这就忽如多欲了 啊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当做 圣人实证的境界的话 这会儿有欲谋 欲谋 欲望谋 就会潜入到你的心腹 把你神使似的 这个时候就开始怎么样 宣说 盈欲就是菩提之道 大家听过一些报道里面 有一些大外道 一些大教育 集体淫乱 挪起在一起 啊 整个多少人 几十号人 几百号人就这样 最后被作拿回来 有这样的 啊 啊 这些 你说这些人他都是少国 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 国外有好多这样的 啊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就 潜入到心腹 社气神石啊 有这么一个教主 出来宣说 盈欲为菩提之道 啊 甚至来教化这些白玉局势 平等的贤欲 平等贤欲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还有理由 就说 贤欲你要换 不封自他 啊 这个 啊 不封好丑 你不能说人家长得丑 你就说想跟他好 长得不好 想长得好 你就追求 他来讲这个话 那这个话 从平等上来讲 似乎你来 有的人就设手 然后就集体行营了 啊 这就叫平等行营 你说 你只有平等行营 这才叫菩提行营 这是高调的修法 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把行营这些人都叫做 持法子 受持佛法之子 受持正法之子 受持这个修法之子 这样 啊 你看同样还是神鬼利固 就是用这个魔神的这个鬼神 这个那样的 在末世中就设置这些凡夫呀 愚昧的这些职备呢 有的时候是几百个 有的时候是五六百 再是一千上万都有 问题是你看 我们当我们看到报告说 作纳归案的时候是什么呢 说明大概是这个魔神已经生厌了 就是把他已经整治的差不多了 这个身体也落下来了 一切 就厌烦了 离开他的身体而去了 那么这个魔力已经没有了 他的福报 他所谓的魔头这种威德 就消失了 或者独送解散 或者行径暴露 现已亡安 就是我们看到报道的那个事 已经弄到这个地方 啊 所以你看 这些在我们人世间 比一比都是这小事 多了事 啊 整个国际上都有这些 一物众生 多无监狱 啊 必当沉沦于这个 这个 下罪 所以这又是一个 啊 你看这也是魔神魔鬼的力量 啊 后面这一段呢 就是说 整体受阴 这个魔性出来的话 我们这里说 截开主佛 就是总的做一个佛做一个 主佛 啊 光这个受阴 这十种禁忌 你看阿南说上面所说的 十种这个禅定的禁忌呢 是怎么来的呢 都是 你的色阴破了以后 受阴又没有破 正在破 破的过程中 可是你的用心不善 用心不善 问题是你又有观智 观照智慧也在用 可是观照智慧的不能这样 一直进行到底 中间又会出错 就这样 一会儿是观智 一会儿是妄想 观智跟妄想 交互灵气 就是交互交叉 这个有吗 啊 皆是受阴用心交互 就是交互相互一会儿 这样一会儿 你上我 你上我上相互争夺 出现了这种各种 有时候殊胜的境界 结果用对了 又辅到卑劣的这种 堕落 等等这些这样的事项 啊 所以说 纵神呢 丸与无知 到了这十种境界因缘的时候呢 他就不想一下说 你自己是几经几两 你就以为自己已经解脱了 正到圣果了 得了涅槃了 啊 结果自己不知道 就以为登了圣位了 这个时候什么 大妄语就成了 大妄语就犯了 怎么样 堕无解地 啊 所以这里佛就可以说 下面最后一句说 如等一当 将无来 就是你们应该把佛现在的这个教会 怎么样啊 与我灭后 传世莫法 你看咱们今天就正在 进行这个思想工作 啊 所以大家要统一思想 不要为德为德 为正为正 真的修行 还是靠精统 啊 都能够悟到这些道理 不要让天魔德的方便了 乘虚而弱 啊 让能够保持正念 特别是 保持在诺法时期这些正修之事 能够见此的正如圆通 啊 妙境成就无上复境 这就是佛对于 受英食魔镜的 种种的简别交代以后 做了这么一个总结和诅托 那我们今天大家也在这里听清楚了 以后不管是自己受用 或者旁边同修出现如此的言语的时候 昨晚我就在信息上处理这么一个 啊 还怪他我正在 这个温馨这一段 他就 给我发信息 发了差不多有十几条 到今天早上才发 一会儿英文 里边 你说我完全认不得英文 你说这是白发 啊 结果他就发了 就是说 曾经也是从 这个 皈依社武界 然后对着自己烦恼 甚至天学这个天才的直观 跟烦恼做斗争 最后发现 最大的力度就是 根本不发烦恼 当回是 才能够断烦恼 这倒也是对 我也是如是给大家这么讲过 啊 他又说是 这个啊 原来发现原来曾经的过往 或者怎么样 都是白白的跟他较劲 或者怎么样 现在我才发现 哈哈哈哈 还这样 哈哈哈哈 呀 我一看到他说 哈哈哈哈这三字 我就心里说 完了 啊 所以我就给他说 我说虽然理上是这种解脱法 可是你要知道 你怎么现在悟的这个 到了 是因为你曾经跟他斗争的很艰苦 那都是功德 你没那么积累 你到不了现在这个什么 我说你现在以后 你还要老老实实地要 你要知道 情修借听会是永远不旋律 你不要现在就以为说啊 一下子说就什么 就空一开 我就开始他就开始犯了劲 啊 但是不知道 大家想想 我一封就回了一条 在任何一封我都没有回 他能给你噼里啪啦的发十几二条 每个都哑哑撒撒一段段话 你想想这估计已经 比较晚了 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 真是要小心 然后自护护他发这些信 啊 你看讲到这儿的 我就记得印祖文操里面 我常记得这一段话 印祖文操有一天里面 就是给回到 就是出现这种状况 当时就有一个大魔头外道 就是开始这样 那 印祖就当时很狠切地给回 他里面说 哎呀 我现在茫茫众生啊 如芒无党 就是都跟眼睛瞎了一下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 导师一样 引导 说假如不又擅自开示 给他开示呢 因为他又怎么样 业障太重了 智慧不开 不听你的 他听邪门歪造的 他不听你的 你有过这种人吗 啊 然后呢 听到正法的不生性相 就是不能够生起 向往和信心 一听外道的这个言 他就赶紧就跟那苍蝇文照问人 赶紧就去了 啊 这苍蝇文照味的还算好的了 就跟那飞蛾扑火一样 就寻死去 大家知道你是不是寻死去 啊 然后呢 就讲到 印度就说了 光绪年间啊 在关东有一个叫做混圆门了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叫 这么一个人 每年归一他的有多少 有十万人 每年归一他都有十万人 啊 啊 而且同时同时 同时在还有一个出家的人呢 也是一个模子 想得这个大利呢 就 当时就是 操古人这些什么呢 这个 雨露 蚕食的雨露 他还挺会出招 他怎么出招 因为他没有文化 所以他掏祖师这个雨露的时候 他故意在那边夹几个错字 这个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让不知道的人要说 哎呀 他确实得了大智慧 就跟六祖一样 你看吧 他人家都没有 没有 认不出字呀 你看还有这么多错字 他都没有文化 他能够说的这么智慧高的话 就让人家 忘以为他得到了 能够入道 啊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讲了 能够帮别人超过亡营 让他升到几从天 什么时候往生进土 你该做起什么功德 就开始什么了 兴奋的非常多 啊 讲法的时候呢 是让人轻易得到 今年就让多少人成活 结果慢慢到第二年 发现没有成 又开始减半了 啊 就这样来行骗 啊 而且什么呢 把武因果 不让人修善 啊 说怎么样呢 说不断恶 不修善 就是不生主念 你看这些话 啊 如果有持斋念国的 一旦亲近他了 就不让人念活 对他印证了 已经开悟了 啊 说佛上不可得 神经果修正啊 只要你认得自己 本来的天真面目是佛 饮酒吃肉 行道行音 都是佛 就这些话 你看跟这里面 说上天常下地 哪一处不是佛境 自己就是弥陀 当处就是极乐 全部是这些话 哈 哈 当时印度就给这个 君士不是问这些话 印度就套这个意思 给他讲了 嗯 说你说心都是佛了 心是好心 不要持戒了 那么你沙沙的身体 你来吃满自己的口服 你是好心还是坏心呢 印度一直有问题 啊 说有这份贼人打仗来了 冰刀截起来的时候了 贼来杀你了 那么杀你的时候 你是觉得感恩呢 还是抱怨 反正这杀到杀你 都是妙道 你从这份不算妙道 啊 所以说哎呀 说你的心性 真的原来是佛 但你的行为呢 还是众生的 啊 你怎么能够说 没有证造就说得到 以凡烂胜 啊 以念他佛为辱 以撒众生为荣呢 就念几成佛就跟受了屈辱一样 啊 说 哪怕是随便立成 哪个不是佛法呢 就这么说嘛 那佛与因果 皆是随便立法 为什么 因果就不是佛法 念果就不是佛法 你看就很简单的道理 印度就是威威道来 啊 说饮酒吃肉行道行营 这不是一成吗 随便立成都是佛 这是成可以立 难道真正的念佛相信一种 反而不能利用 啊 所以大家想这些 一经推敲 念的全力 啊 所以大家想 饮酒吃肉行道行营 都是佛星 那难道念佛持戒 这就不是佛星了吗 很简单的事 啊 所以说你说这些都是佛星的话 这到底是佛下宗人行 佛能够存这个杀到你忘的心吗 能够行这种事吗 如果你行这个事的话 你是佛星吗 还是纵圣仙 既然是纵圣仙 你能出因果之外 啊 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些 有则改善 无则加远 啊 我相信能够清闻到能言 有这个缘起的人 基本上我们都不会误入这种企图 这个之间我们呢 肯定不会出现 大家都会这么想 我告诉各位啊 留不得自己 因为人心是无常 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相续 学法中 种了什么样的种 你眼看有些好心血 我多么精进的人 最后转着支箭 别求他法的人还少了 跟坏的一个人是这样 他管不住自己 啊 所以这些人呢 要切记切记 这种支箭 要千万小心 今天 五十三讲 到此为止 我们一起合掌啊 回向 文法功德殊胜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苦愿陈尼诸众生 苦愿陈尼诸众生 肃愿陈尼诸众生 肃愿无量光佛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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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菩萨摩河河河 摩河菩萨菩萨 摩河菩萨菩萨 摩河菩萨菩萨菩萨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亦根 至 eso 感谢观看